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访堂举行仪式 欢迎宏都拉斯共和国总统伊丽丝西奥玛拉卡斯特罗萨米波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务委员秦刚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卡斯特罗访华的有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 总统私人秘书国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等 军乐团奏红中两国国歌 明礼号21响 军乐团奏红中两国歌 卡斯特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军乐团奏红中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出奏表演 卡斯特罗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